欢迎搜集无奇不有 印度村庄日前遭到花豹误床捣乱 只见村民试图用棍棒石头与火攻猎豹 结果反而被突然出现的花豹追着跑 而且花豹还一度被逼急 对人类使出狠咬扑倒等凶狠攻击 以一打一百比叶问还强的气势 让村民吓得四处逃窜 最后耗费十一小时 在专业人员的围捕下 才制服这只迷途的花豹 让一场惊魂剂落幕 而猫科动物并非都如此凶猛 在以色列有只胖嘟嘟的流浪猫 喜欢在火车站内徘徊 甚至还自以为是站长 大嘞嘞的趴在验票闸门上 监看旅客是否有确实刷卡 让许多人都被他认真的模样融化了 挑战新闻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请不吝点赞订阅